那么您认为中央军委在部队中倡导例行节约反对浪费之风并采取坚决措施来执行 主要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作为一支纪律部队 军队当然要带头例行节约反对浪费 以对得起纳税人的血汗钱 但是假如我们仅仅是从省钱的角度来理解中央军委的意图 那显然还是不够的 我个人认为中央军委至少还有另外两重目的 第一重是通过此举向部队来自全社会 发出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 其作为一支纪律部队 不仅不能高高在上 不能拥有特权 不能凌驾和超越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之外 不能受社会上不政治风的清晰 而且应该带头接受从严接受相关的监管 第二重目的 这是为了重塑军队的精神与灵魂 我们知道在国家变得日益富裕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应该享有过一种富足幸福生活的权利 军人也不例外 但是与此同时 作为一个军人 一个军官 却不能陷在物质与享乐中不能自拔 不能将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更不能因此贪慕腐败 否则不仅军队会失去应有的灵魂 失去应有的精神境界 同时也会导致军人贪身怕死 最终辜负党和国家交付的维护国家统一 保卫领土主权 维持政权稳定 与为改革开放保驾富航这四大历史使命